踏入2022年,美国证券商已挑选出今年有机会跑赢大市股份。 传统组合配置策略繁多,其中以道指9股策略较为人熟悉,买入10只股息率最高的道指成分股。 等待收成,据统计发现,这个策略长线能够跑赢道指。道指9股最大卖点是股息派发率较高。 按2021年情况,交道指股息率高出73%,故适合着重财息兼收的投资者,坊间通常批评道指9股的操作费用较高,以香港为例,在银行交易美股,一买一买所涉及佣金或高达200元。 因此,要赚尽道指9股策略的利润,必须是通过免佣或超低佣金的证券交易平台。 香港投资者另一项优势是,无需支付利得税,能够进享道指9股的回报率。 操作道指9股的方法非常简单。 步骤一,每年年初在道指30只成分股中, 找出10只股息率最高的股份。 投资者可以使用Google搜寻Docs of the Dow,又或者进入Yahoo Finance。 输入每只道指成分股,便可查出股份股息率。 步骤二,10只股份投入相同金额,即预算动用1万元。 每只股份投入金额各1000元。 买入后,必须持货至同年年底。 设计因市况急跌而恐慌性减持股份。 步骤三,到年底。 赚或洩都要沽出所有股份。 再按新一年度指9股名单。 重新配置相同金额至每只股份。 度指9股信念是商业周期,business cycle。 即一家公司商业周期跌至谷底,便会回升。 举例说,当A股的商业周期处于上行阶段, 伴随着股价会上升,股息率相对应会降低。 反之,A股处于下行阶段,股价也会下跌, 股息率相对应会提高。 而商业周期下行之后,总会足底回升, 就正是捕捉周期反转获利。 在上世纪90年代,超过200亿美元资金 跟随道指9股策略。 至于道指9股的投资回报, 不少更是经历多次金融危机的洗礼。 例如Ohegans追索1973年至1991年道指数据, 道指9股年均回报为16.61%。 道指同期回报为10.43%。 两者相差6.18个百分点。 学者McQueen团队追索1964年至1995年数据, 发现道指9股年均回报16.77%。 道指同期为13.71%。 两者相差3.06个百分点。 不过,McQueen团队认为, 若计及交易费用与风险回报, 道指9股并不见得会跑赢道指。 另一学者Ratto-Cupool团队发现, 道指9股策略在70.80年代的确有出息表现, 但到90年代就失效。 Cupool团队追索1990年至2005年美股数据, 标普500指数期内年均回报11.95%, 道指为12.45%, 道指9股为11.97%, 可见道指9股年均回报低于道指0.48个百分点。 略高于标普指数0.02个百分点。 而道指9股在2000年至2005年间再度跑赢大市。 标普指数期内年均回报0.23%, 道指年均回报1.69%, 道指9股年均回报2.6%。 如果单计2021年表现如何, 道指9股策略去年回报率16.2%。 道指回报率18.7%, 标普指数回报率26.8%。 道指9股去年回报率较道指低2.5个百分点。 连续第三年跑输道指, 若计入股息收益, 两者回报相差不足1个百分点。 道指9股, 道指2021年滚动股息率3.96%, 1.73%, 相差2.23个百分点, 扣除30%股息税后。 道指9股, 道指股息率2.77%, 1.21%, 相差1.56个百分点。 总结而言之, 道指9股策略并非必然跑赢大市, 所以采用策略时, 必须长期, 连续执行, 且以免除勇金的交易平台为宜。 至于今年道指9股名单方面, 由于经历去年的牛市, 股价上升令股息率均不足5%, 再往mer閉连登 fonde11股声率并非必然跑赢大市, 优秀拿格월�上马�翁, 勤目一次表明和衬勇金的交易平台。 感谢观看